端午廉假第二天 国道整体的车流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一成 在下午部分路段还是有塞车的状况 西部国道也发生了多起车祸 造成了交通大打劫 时速是一度不到20公里 高公局就预估了 明天是廉假的最后一天 车潮还是以北返为主 由九大地雷路段建议大家避开 包含的像是国道一号北向苗栗湖口 还有南屯厚里 以及国道三号北向关西到大西 大山到香山 其中要特别注意到的是 国道五号的宜兰到平林 预估会在明天上午的九点钟出现车潮 将会连塞十一个小时 行车的时间会是平常的七倍左右 连站倒数国武北反车潮涌现 扎道口大排长龙 西部国道也有部分路段 及时路况一度止暴 因为有事故发生 造成路况大打劫 南部地区也是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再来还有在我们国时的 西向燕潮路段 也有发生事故 也提醒大家在行驶国道 务必要小心驾驶 虽然整体车流浪照去年同期减少一成 不过高工局预估廉价最后一天 还是会有九大塞车热点 包含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 南屯到后里 西罗到浦岩系统 以及国三北向 关西到大西 大山到香山等四个路段 建议在上半天就先出发 今天会是我们的北反的最大量 大概会有达到平均的1.4倍 而在国五部分呢 我们也会建议在早上9点以前 你就可以先提早的北反 另外东湖北上宜蘭到平临车潮 预估会在上午9点出现 用色时段长达11个小时 尖锋的行车时间是平常的7倍左右 而国六西向 昼镇到雾峰系统傍晚也同样车多 收假日北反 部分地区天气不稳定 开车上路得小心驾驶 这一段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